明白了 这些年型 虽然还是行者 但你已经面临这些人 这边体会了 那才能往下降 来告诉你 因为你已经站在这一年了 站在这一年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刚过去的一切功德名字 已经就融会在你心中了 所以融会在你心中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你大觉心体 它在根本的信德之中 在另外一个角度里面 在为你剖析你根本的 本来心中的 这种本来的面目 剖析 你不能讲说它是智慧了 就是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就是担当一切智慧 所以它直下就讲 所以从心说心之始 在心中说心 在大觉之中阐述大觉 它都是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现象 它不同的众生 它要接济众生的启发之中 它要更让众生 更明白它自己本来面目 说种种名 说种种德相 说种种佛名 它就是让你将来达到什么 就是让你震得 匹奴折腊 所以它可以讲尽一切庄严 所以有的人说到西方极乐 加来毕竟上上根石 上上根人见的就是匹奴折腊 就是什么 就是长极光土 其实不但阿弥陀佛是这样 一切心都这样 最初告诉你这个相 这个德实是 要你寻如是相 如是德 能够反归自心 但每一个相 每一个德都是什么 都是从这个根本的 长极光净土的 匹奴折腊的根本 本来面目上 说种种名目来接引 所以从如是匹奴折腊的 种种万德的名目 来接引众生时 那每一个万德的名目 其实都是什么 匹奴折腊 但你现前不懂 使他方便问你 立种种名嘛 所以有三千佛 有五十三佛 有三十五佛 有过去佛 有现在佛 有未来佛 可以为种种名啊 但是要讲到 这些种种名中 他还要讲到 他的根本的体德之中的庄严 他直接说体 因为种种名 是在哪里说种种名的 种种的佛名 是在你现前的一切应用上面 你都要看到都是大绝体 所以如同阿弥陀经讲的 每当清淡各一格 沉重鲜华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你只要是知道这个大绝体 是处处都是大绝啊 都是绝啊 是要供养佛 那是种种佛名 但是这个种种佛名 你是怎么能够清楚 这个种种佛名的 你是怎么能够去供养 如是种种 十万亿佛的 表示行者已经是什么 念念之间 布施什么 布施他要 念念之间在大绝心体去摻的 那一念心 如同刚刚将来要讲的法杖 如同之前讲的阿难 阿难是在 就是念念之间 要试佛的那个心 那一念心 他试的是佛 佛是根本的面目 就是一心一象而已 这个一心跟一个象 方向的象 但是他在这个一心一象时 他居然能够在一切 其心动念里面 他才看到都是什么 都是大绝的作用 他叫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你都能够知道 那他方十万亿佛 但你为什么会知道 一切都是佛 都是绝了 就按照古德开悟时 就叫做通体是绝 你为什么都知道都是绝了 因为你这一念心坚定 这一念心 在现在贤解 在世家如来眼前 就是阿难 就叫沁喜 这一念心 在你心底深处过去的 根本大绝心性 这种光芒 这种大照当下 那种利用寿命 现前当下 那种光寿现前当下 就是什么 就是发脏 所以讲到那一念心 它是骗照一切佛的心 那一切佛的心 将来就是骗照这一念的心 将来在这一念心 跟一切佛的心 都能圆满时 就是什么 就是归到 毗诺者那 所以这一念心 不离毗诺者那 但这一念心 你不能说 它就是毗诺者那 所以讲到这一念心 圣过诸佛 为什么讲圣 实际上的智慧力量 作用圣嘛 是站在现前的作用 说圣 因为我是站在 念念要是佛的心 念念要归家的那种 大觉的那种向道的心体 那种叫法藏 那个叫精进 那个就是最初用尽的 一切的行者的名字 所以你才能够 骗兮一切佛吧 所以你骗兮一切佛时 哪个为圣 当然以这念心为圣 没有这念心 你怎么知道通体视觉 所以这个说圣过诸佛 是讲心境现在的作用 假如你讲不出现在 这个心境的作用 你怎么体会得出法藏 到底在哪里先前 所以不是在跟你比佛圣呢 不像那个什么 什么大陆那些在家白衣啊 过去叫什么念祖啊 说那个圣就是什么 过去发愿圣 所以他胜过诸佛 那么就是在什么 刚刚讲的那些一般人 叫做赛神 出家的人不好修行的 就是跟这些居士在这一起 一天到晚 依着居士学净土的 最后他就是什么 在比佛 凡复在善神呢 这些在比佛 谁跟你这样要比佛 你站在这个体上 知道一切通体视觉 所以你当然这个心圣 没有这个心 不能够明白一切诀 但假如我要再在 另外的智慧再来提醒你了 那我就说其他的佛圣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那些通体视觉 你怎么坚定这一年心 所以你会发现佛经之中 都在这个时候 讲到这个角度 说他是这部经是第一 讲到这个角度 说这部经是第一 第一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每一个经中告诉你的角度 就是行者现在要立的 那个心的方向 像无量寿就是立什么 立念念归家 念念召见大觉心体 那个在阿难来讲 叫是佛的适者的前程 在法藏来讲 就是念念之间归家 积聚心中的根本 这一念心 这一念心在这一部经中胜了 当然胜了 因为这一部经当机 就是讲这一部这一念心嘛 因为这一念心你能召见一切啊 可是将来我要再跟你 再诸佛不是我 就是诸佛要再跟你讲 你必须要圆满一切心 才能够成就这一念心时呢 因为他叫互相 要彼此叫接应嘛 互相要这样圆说 要讲到极切心中你要明白时 你要入一切心中的功德 我一切佛名识然后你才能够找见这一念心呢 我说这个法胜 为什么你要是站在这个心嘛 你要在担当那 所有一切是佛的心中 那个心胜嘛 所以那部经叫第一 佛说第一 始不是在自己我脚乱 前面那本经我说第一 现在这本经叫第一 佛说的是我这本经中讲的这一念心 这个心中这个发生 发心这个发去 是在这个角度上第一 大家听懂吗 所以佛这样的讲第一啊 没有过咎 凡夫在那边比第一啊 都是过咎 你跟谁比啊 心跟心比吗 心跟心比 心把心比下去了 那你还那个 那你到底是哪个心 那你那么多心啊 对吧 无量寿把华言经比下去了 就是心跟心比下去了 心跟心比下去了 那就是凡夫 你其实根本觉得不能比不能亮 那才能见到本来的面目 那就要做往生西方 所以讲到下面开始 就是你在心中 都要远距这些的气氛 智慧德项都要清楚了 行者还在这边 知道抓到那个第一了 这本心中要 这本经中所要述的 心中的根本的第一 第一就是什么 第一啊 再 当然这句经文不是这样的讲 但是可以用在种种项上 接引的 为此一事实 于二则非真 你在那本体上来讲 为此一事实 于二则非真 你在每一个归家的角度里面 为此一事实 于二则非真 所以他可以在一切的心境之之 这块就叫他第一 谁在每一个心中 他一定什么 他一定牵动一切智 他能够牵动聚集一切智 当然第一 为什么 都是心嘛 都是讲你心中不同的角度 所以叫金经都跟你讲到佛 这本经中是第一 第一 是第一 经中啊 像金刚经啊 也这样讲第一 都是第一 是你将来要再讲 看到第一时 你要体会经文 他就告诉你发什么心 那个心在现前 你这样做是不是第一 对吧 你站在这个第一上面 为此一事实 你才能够看清楚周遭的一切心 你站在其他的角度之中 也是为此一事实 你才能够倒回来 好像站在对岸 在看到我现在发的心 所以这也就是什么 这也就是华言经中讲的 主伴圆容 你站在这边立主 其他都为伴 你站在他为主 现在我就是伴 心境就是如此 所以华言都有很多道理 一定要清楚 不读华言经 不读大教 不读法华经 无量寿经你也看不懂 你也绝对看不懂 所以你要像是48遍讲完了 自己回去好好读华言经 你也绝对看不懂 你也绝对看不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